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是Navy Times有一個報導 說美國防長奧斯汀簽署最新命令 延長了包括剛才我們所討論的 這個艾森豪威爾號 還有巡防艦 菲律賓海號 驅逐艦 葛瑞弗里號跟梅森號 一共四艘船艦 的部署時間延長了 說可能至少要再多 在那個地方要停留一個月的時間 目的是為了要保護 鴻海跟雅丁灣的軍艦以及商船 那麼這個報導當中還提到說 他們是去年10月離開了母港 就是維吉尼亞州的母港 那算一算時間 通常他們都是部署7個月 7個月的話 那應該差不多就是到5月就要結束了 那現在都已經是跨入到6月了 結果還沒有回去 說還要再增加部署 一個月的時間 那這個本來海軍的這個方面是說 應該讓他們回國給他們休息 可是美國的中央司令部 卻不認為要這麼做 說包括對伊朗的威懾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在這邊持續的部署 我就問賴老師你怎麼看 這個延長什麼意思 我覺得最主要是美國的海軍的兵力 不夠用了 就是說如果要再拉一個航母戰鬥群 去接的話 美國我個人的判斷是 它已經捉襟見走了 你的意思是說它沒得換了 它沒得換 這是第一個 那因為換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航母的交接啊 是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等於是你的 另外一艘航母要過來準備接班了嘛 而且也應該要啟程了 那很明顯的就是沒有辦法啟程 你要不就是 如果這個地區是安定的 那我現在目前不需要有航母 在這個地方巡邏 那這樣的話 我的接班也沒關係 有個空窗期一個月或兩個月 那也很正常嘛 但是問題就在於 現在的局勢並不穩定 因為以哈的衝突還在進行 而且伊朗跟以色列的關係 是緊張的 然後黎巴嫩還有紅海的任務 還是有的 你知道黎巴嫩的珍珠總 還是繼續在攻擊以色列 好像是北部而已 而且胡塞也直接攻擊到以色列了 對啊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那你中央司令部早就知道 這個戰局短時間內不可能解決 跟結的問題就是加薩的問題 你沒解決嘛 那你短時間不能解決 你早就應該要應對 有這個足夠的航母去接班嘛 那很明顯的就是 你們的航母不夠嘛 你的航母不夠 然後問題又沒有解決 然後這個時候 你不可能讓它空窗 可是你又沒有航母去接班 你只好讓整個艦隊的 就繼續耗在那裡 耗在那裡再多耗一個月 觀眾朋友多耗一個月 一般來講 官士兵心情不會好 他們一共有總共加起來說 六千名 對 他們心情不會好的 因為他的家人在家裡等 例如說太太啦 小孩啦 等著爸爸回來 或者是來參加他們的畢業典禮啦 或是要暑假要帶他們出去玩啦 然後結果這些全部又泡湯了 然後太太想跟先生約個會吃個飯 吃個燭光晚餐的飯 都變成不可能了 又往後演 而且呢 往後演了一個月 會不會再一個月 不知道 我覺得所以他們的士氣不會好的 不會開心的 然後第二個顯示出 美國過度的耗損在海外的力量 這個對美國的情況來說 也不會是好事情 就看起來 這真的不是一個好消息啦 那我剛剛就說 就追根究底 其實問題還是在於加薩 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這才是難處 那今天呢 我們看到 拜登是在向大陸領導人看齊嗎 因為呢 當我們看到 這個中阿峰會 這個提出了主張 就是要停火 立即的停火 然後呢 這個主張 一看到公諸於世了以後 拜登真的動作就很快 他趕快就提出了一個 停火的什麼 三階段 三階段呢 提出來了 結果呢 一開始我們還以為說 以色列總理納塔亞胡 好像看起來呢 也是要接受 但是後來發現不太對勁 因為呢 這個納塔亞胡 他說消滅哈馬斯才停戰 才停火 先消滅哈馬斯再說 那你覺得這跟以前 有什麼不一樣嗎 那所以顯然這個 跟拜登講的就不一樣 因為拜登意思是說 你們就先停火 先談判 結果後來納塔亞胡 不是這樣說 以色列總理他的顧問 外交政策的顧問也講 贊成拜登的協議啊 他公佈的計劃啊 但是許多的細節還有待商榷 意思是說 這個協議啊 我同意 但是你要先改一改 這不是廢話嗎 直接打臉拜登 只是說那個語氣緩和一點 過去納塔尼亞胡的語氣 是一點都不客氣的 又直又衝的 又直又衝 直接就 劈啦趴啦就把拜登 一把臉就打過去 那這一次呢 就是不打臉了 但是呢 就說 哎 協議 同意 停火 沒有 繼續打 為什麼 哈馬斯要消滅 然後 第三階段的 這個所謂的重建 那個沒有 不可能有 哈馬斯的代表 因為已經被消滅了 所以沒有哈馬斯的代表 那人家問說 那什麼時候 哈馬斯才能消滅 再給我七個月 那再給你七個月 那你這七個月 可是拜登要求第一階段 是立即停火六個禮拜 那我還要打七個月啊 那等打完七個月以後 再停火六個禮拜 那你覺得像以色列 現在都已經擺出 這個態度的話 那還有什麼好講的 這拜登想要做的 這個三階段 根本就無法落實吧 然後現在又說 美國最新哦 他說要在聯合國安理會上 要讓哈馬斯 無條件的去接受 他那個協議 那就更不可能啦 是這樣子 因為哈馬斯是 不反對這個協議 例如說他第一階段裡面 並不是所有的人質 全部都釋放 是先釋放一部分的人質 那換得這個 以色列的停火六週 這是第一階段 那這一點 哈馬斯是不反對的 可是問題就在於 你在安理會的這個協議 一旦通過以後 你以色列遵不遵守 對啊 這個是問題 上次安理會 也有同樣的通過一個協議 要以色列立即停火 布林肯不是說 安理會的那個決議 沒有法律教律 所以以色列可以不用理會 那請問一下 那這一次 安理會同樣的決議 那 哈馬斯需要理會嗎 哈馬斯需要理會嗎 不用理啦 對啊 如果那個哈馬斯說 沒有停火那人質不給你 然後難道你就要制裁 哈馬斯嗎 那誰聽你的 這個時候 可能俄羅斯的拉夫羅夫 跳出來啊 說布林肯上次說 安理會的決議 沒有法律效率 所以不用理會 同樣的我也引述 布林肯的話再講一遍 這個安理會的決議 沒有法律效率 可以不用理會 那不是笑話一個話 所以美國這一套 根本行不通 總不通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只能看 就是繼續打吧 看是誰打贏了 沒有任何一個解方啊 到目前為止看起來 好 江在這兒的同時 美國現在最怕什麼 最怕中國大陸強起來 好好的研究中國大陸啦 來 結果我看到了這個訊息 我真的想問問賴老師 有沒有讀過這個 五角大廈現在招標 他們要每一款書 要買600冊 結果現在說是買什麼呢 買五經七書 這是中國古代的兵書 五經七書的英文譯本啊 翻譯他不才看得懂嗎 然後說這次是要用在 阿拉巴馬 就是阿拉巴馬州的 一個空軍基地飛行員培訓 要成為飛行員的教材就對了啦 那這個說實在話的 很多的網友看到這個訊息呢 就很好奇說 真的看得懂嗎 要不要下一次就讓他們來看看 葵花寶典 賴老師 如果就原文來說的話 他們當然看不懂 當然 要翻譯的 其實連我們自己讀原文 讀古文都有點吃力 我們也都要看 因為你學戰略的 你也有看 我有看 我讀過 但是還是會吃力 還是深 很深 因為它是在春秋戰國時代 開始在撰寫的 所以那個時候的用字 是非常的精準 第一個 第二個呢 它每一個文字的意涵 是很豐富的 豐富 所以你本身的這個想像力要很大 然後它是原理原則的 所以它要靈活的一個使用 但是當我們的翻譯本的時候 它是通常都會先把古文 翻譯成為白話文 再根據白話文去譯成為英文 我在法國的時候 也看過孫子兵法的法文版的 那它就是把它 先從古文譯成為白話文 再從白話文翻譯成為法文 或是英文 相對來講的話 那當然你讀起來就容易懂了 但是它的精髓就不容易掌握 不過學個七八成絕對會有 這個對於美國的軍人 如果他們真是好學的話 他們本身會更了解 中國軍人的思路 會有幫助 但是中國的戰略思想 不會只是來自於五經七書 不會 例如說中國也有從三國演義 還有從很多的史學史書裡面 那麼學習到很多不同的策略 其實中國真正的最高的戰略 那麼是從疫經開始的 疫經就更不容易讀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 美國現在亡羊捕牢 猶未晚會對他們的軍人的素質 有所提升 可是並可能沒有辦法 像他們想像中 那麼短時間內就能夠提升到 某一個幾層的功力這樣 對不過我知道他們有讀 孫子兵法的啦 一定會讀的 我會覺得相當的不解 白話文就容易讀了 但是翻譯的 我覺得真的還是有差 他翻譯也是用白話文反的 對啊 這個才是問題嘛 其實他們真的也不用那麼累啦 好好聽聽看 這個大陸防長董軍講話 就比較簡單啦 這次在香格里拉換譯當中 其實看到董軍呢 他講了很多話 然後在這個裡面 他提出了三個不允許之外呢 他另外也特別談到就是說 現在不要說是台海或者是南海啦 他其實簡單講就是說我們在克制 但是這個克制是有限度的 所以呢你們就不要太超過的意思 這個話總講得很白了吧 應該都聽得懂了吧 而且他其實在那個會議當中啊 他其實一直要講台海 台海的問題啊 人家要打斷他 他不讓人家插斷他 他要繼續講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說 他不把這個話講得夠足 那就不夠表明這個中方的立場 我就先請教一下這個賴老師 在這一次你看到在董軍 他面對這樣子的一個會議 而且其實呢這西方在主導 對 美國的防長奧斯汀 我怎麼覺得好像矮了一截 因為一方面看到那個氣勢之外 而再方面 我這次也沒有看到說 美國方面像以前一直不斷的 在那裡聲張講什麼規則啦 什麼大家要遵循啊 好像照著美國的路走來了老師 先是主辦者是英國的智庫 所以英國的智庫有夾帶走私 而且很嚴重 那也無所謂 因為英國越夾帶走私 中國現在的做法就是 把你的真面目一個一個 把它拆出來 所以這次北京大學的一個教授 就直接批評了英國的智庫 他所做的中國報告 而且直接臉打得很響 全世界的與會人員 全部都聽到了 他列舉了 我今天不再列舉 那這一次的情況是這樣子 董軍就是告訴所有的與會者 台海之間為什麼會造成今天的危機 或是說緊張的態勢 就是因為台獨 可是台獨為什麼會造成緊張的態勢 就是因為美國在後面去煽動 然後去幫助 然後再去推動 要台獨聽他的話守這個勢 所以董軍雖然沒有直接點名 美國日本等這些國家 但是就已經放出非常明確的警告 中國很清楚知道是誰在搞這個 是誰在搞 那因此中國是對背後的人打 對台獨也打 那台獨打簡單的很 所以他才會說像夢中作憋一樣 簡單的不得了 因為以解放軍要打台獨軍 台獨的武裝人員 坦白說像台灣的那個什麼熊的部隊 那個是很容易處理 黑熊部隊 因為他的負責人 在一個台灣的立法部門裡面 一崩一摔就說腦震盪 這不管了 那種可笑的事都發生了 但是對解放軍來講 他要處理台獨的武裝力量很容易 所以他覺得那是輕而易舉 可是他背後的那一個人 就是美國 日本 解放軍講得很明白 我就是對著你來 而且你絕對會粉身碎骨 我一定會把你打到你 趴在地上為止 不管犧牲多少人 其實中國大陸 一旦要硬幹的時候 犧牲多少人 要把你打到趴在地上 這個決心是很清楚的 好 所以多次的講的時候 讓與會的所有人都知道 讓全世界 讓東盟的國家 讓澳大利亞 讓印度 讓所有人都知道 你誰來搞台獨 誰支持台獨 誰在暗中搞台獨 我解放軍就對著你 這句話是講得很白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講到南海的問題 就是你美國想挑撥 叫菲律賓去搞南海 一場代理人的戰爭 我美國人也很清楚知道 你想把你在烏克蘭 歐洲的戰場複製到南海 我不會走俄國人的路 跟烏克蘭打 我就找著你打 他知道那個背後鈴是誰 所以要對這個背後鈴下手 所以誰來撐菲律賓 不管是你澳大利亞 不管是你日本 或是你北約任何一個國家 我解放軍就對著你們打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氣勢之強啊 氣場之強大 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國家 突然間感覺到說 這個態勢不對喔 解放軍事實上是狠喔 那再鬧看看嘛 你誰去想說 哎呀我在那邊搞菲律賓啦 哎呀然後讓中國大陸跟菲律賓 去搞一場代理人戰爭啊 消耗中國的力量 中國人說對不起 這打掉菲律賓太簡單了 我是對著你背後人打 跟俄國的戰法完全不一樣 好那現在其實在今天呢 我們看到呢 那美國的防長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就是 在相會不敢講的 跑到柬埔寨去講 他今天抵達了金邊 並且我剛剛也看到 有最新的這個照片啊影片啊 就是呢他已經會見了這個洪森 這個今天呢跟參議院主席洪森 先做了會見 那麼他見完了之後呢 就會跟這個紅馬內會見了 算是很短的行程 因為他下午大概就離開了 談完而且還要見一個房長嘛 然後見完了就差不多就要離開了 很快就離開了 這次其實在柬埔寨這個到訪 就是應該說美國的房長 到訪柬埔寨前 其實柬埔寨就已經 先表明了立場對不對 柬埔寨的態度很簡單 他先宣佈 中國的國家主席 對於這個柬埔寨是非常照顧的 所以他們感恩在心 所以有一條大道 就命名為習近平大道 那先把這個姿態擺出來 接著呢在歐斯汀去之前的一天 紅馬內就是說 有很多的國家想要造謠重傷 抹黑我的這個運河 我為了避免夜長夢多 所以我立刻宣佈 八月份動工 那也就是說我的資金已經到了 中國的公司 我已經去敦勤他們來幫我了 然後我這一百多公里的運河 寬一百米 深五點多米的這個運河 可以容納三千噸的船 在這個地方航行 我八月份即將動工 4年完成2028年完成 他會照顧一百多萬人 而且我從此以後 我柬埔寨就不用再養 越南人的鼻息了 因為過去這條河流 是從越南出海的 他現在要直接從雲朗那邊出海 那這樣的話 他就不用再看越南人的臉色 也不用讓越南人動不動 就坐地起降 那這樣的情形下 其實他就告訴你Ostin 說如果你不阻止破壞 威脅我跟中國最好的關係 我可以跟你交朋友 其實藝術話就是這樣子 對啦 但是事實上中國還是擺第一位 中國永遠是柬埔寨的第一位 但是誰要我跟中國撕破臉 或是分手 那對不起 我辦不到 那其實他的這句話 就這麼明白 我辦不到 那你要跟我對幹 我就跟你對幹了 因為我有中國可以依靠 現在美國好像也拿不出什麼來 就是說你能夠做 跟中國大陸一樣的事情的話 說不定柬埔寨變心 但你能嗎 其實我覺得柬埔寨的這個動作 其實蠻重要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柬埔寨的這個動作 他也一定會影響到泰國 也一定會影響到馬來西亞 你看現在馬來西亞的首相 他的態度就很明白 就是說你美國不要一天 要給我施加壓力 然後要我去跟中國大陸對抗 你美國不要每天逼我 然後要我跟中國大陸吵架 然後你為什麼美國每天 都看不得中國人好 你美國為什麼看不得兩岸好 你為什麼每天都要在兩岸做文章 那就代表什麼 馬哈迪他承受美國巨大的壓力 美國給他脅迫威脅利誘 然後甚至在馬來西亞的內部 去找親美派 去給他施加壓力 可是今天柬埔寨做了這樣一個表率 其實他也會影響 如果影響到馬來西亞 影響到印尼 影響到東盟的很多的國家 這個時候很多國家領袖就會站出來了 說中國永遠擺在我們第一位 你美國如果沒有脅迫我們 我們可以跟你保持好的關係 你看這個厲害吧 對 沒錯 這個態度很重要 好 我要補充一個資料 這個現在呢當我們看到呢 這一次在相會 澤倫斯基去了一趟之後 他又拐到這個菲律賓 還會見小馬可市 但是大家來看 其實呢話都不用講太多 做就對了 仁愛礁呢你看衝突升溫 華府智庫 亞洲海市透明倡議 他們呢在這個指出說 菲律賓執行仁愛礁 補給的期間 靠近海域的大陸船隻數量 是大幅度的增加 2021年平均就只看到一艘船 但到2023年已經增加到14艘 相比之下呢菲律賓平均 大概在這段期間 只有兩到三艘參與補給 所以要比誰的船多 這個很明顯一筆就見真章 但是呢不是說 大家來看到這個圖表嘛 從2021年我們看到 深色的是大陸 那麼這個你看到了右邊 到了2023年的時候 是13.9平均這個數目 是遠超過菲律賓的三艘 但是呢這個還是在2023的 一個統計 可是看看現在已經是2024了 在今年的變化更大了 那以菲律賓來講 我們看到小馬可是 也許他的動作是非常之多 可是呢其實這個在掀兵礁 大家說會不會又要再成為 下一個坐灘的地方目標 一個馬德雷山號還不夠嗎 現在有個兩艘船在那邊 圍在那裡什麼意思啊 這個賴老師很快的補充一下 你的看法好不好 我建議用你這個圖 這個圖其實它反映出一個問題 就是在2021年的時候 你看中國的船就一艘 意思也就是說 不是中國在那個地方鬧事 是菲律賓在這個地方鬧事 所以根本沒有影響 在過去中國的船艦 根本沒有影響到菲律賓 在這個地方的捕魚 或是做什麼動作 都沒有 是菲律賓改變了 菲律賓改變了 小馬可是是開始上來以後改變 所以才把整個局勢改變 我覺得亞洲還是透明 是美國的一個機構 它如果要睜眼說瞎話的話 它簡直是丟臉丟死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目前跑進去 從西服口鑽進去的 那兩艘菲律賓船 所日本給的 對 它已經停在那個地方不動 但是裡面有人 但是問題就是 它跟馬德勒三號不一樣 馬德勒三號它是觸礁 卡在那個地方 可是外面的船可以進去 但是這兩艘船它是活動的 然後是從西服進去的 西服口我只要把你封死 只准出不准進 那兩艘船還能帶多久 當它的補給用完了以後 然後呢 那它非走不可 它非走不可 那就看你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等到六月中 中國開始實施禁令了 開始執法了 那要不要把他們逮捕走 是啊 那如果一旦開始逮捕的時候 那這個問題才是 大家要關注的焦點 回來我說這個澤倫斯基 這次去了桑里達峰會 又跑了一趟菲律賓 感覺最近它是諸事不順 那麼它最期望的呢 就是和平峰會在瑞士 即將要在15 16號更場 但是呢在這一次 沒有邀請俄羅斯的情況之下 中國大陸呢已經表態不去 不去呢不管你澤倫斯基 怎麼不滿 但是呢 這個是不能改變的事實 但現在呢我們看到的是 連澳洲的總理艾班尼斯 說也不去 不去之外呢 我剛剛看到這個媒體 外媒有報導 連他沙特王廚說也不去 說這個要用snub 這個字冷落它的意思啦 要對於這個 Global Peace Summit 什麼全球和平峰會 冷處理的意思 所以這個是沙特的選擇 本來說6月1號 他們還要見面 結果後來說延吧 延到等開完會了再說 我不知道是要延到什麼時候 澤倫斯基現在要苦等大家來 但是我比較好奇是說 澳洲到底在想什麼 澳洲現在在軍事方面 總覺得好像還是跟著美國啊 但是現在呢 澳洲總理艾班尼斯 決定要迎接李強 因為他即將要到訪 就差不多是在這個時間 賴老師 澳洲跟美國有很多的 軍事同盟條約 有美澳紐的軍事同盟條約 然後也有AUKUS的 三角的同盟條約 還有五眼聯盟的等等 所以對澳洲來講 美國可以要求澳洲 執行這些軍事同盟條約 所應該盡的義務 也就是說 美國的任何軍事行動 澳洲要追隨要參與 但是只要澳洲不搶在頭 他只要安安靜靜的跟在後 其實影響都不大 所以中國大陸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你澳洲 假設你現在態度是說 我不得不 那我只有跟 那我不去搶頭香 我不去鬧事 我不去當出頭鳥 那中國大陸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澳洲的軍力 也起不了大作用 但是我可以理解 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我們把經濟的問題搞好 把政治外交問題搞好 把兩國之間的 文化交通旅遊 大家都搞好 那這個不是一件壞事情 所以中國是可以區別對待的 因為你有這麼多的同盟條約 然後你只要 但是你只要碰到 我的主權的時候 那對不起 我不會坐視不管 所以你在菲律賓這個部分 你跟菲律賓怎麼玩是你的事 可是你只要進入到南海 十一段線九段線內 那對不起 這就不是你能夠玩的 所以你看每一次澳洲跟菲律賓 都在巴拉旺島那個地方 舉行軍演 不敢進入這個黃岩島 或是仁愛礁這附近 不敢都永遠只在 這個巴拉旺島這個地方 這代表什麼 代表澳洲還謹守 就是說不參與南海的事情 雖然動作上看起來 因為美國都很動作很大嘛 可是這一屆的澳洲的政府 他卻守住這個原則 那在這個情形下 中國可以跟你發展 經濟的政治外交的關係 所以這次李強到澳洲去訪問 其實是對於中澳關係的改善 是很有注意的 所以澳洲也很知道機會難得 因為如果再不好好 把握住這個機會的話 中國是亞洲最強大的國家 而且其實這次他先去坎培拉 跟艾班尼斯見面之後 他還要去博斯 在坎培拉他們要談的呢 其實包括像是經貿的部分 有人就說 因為艾班尼斯還在等 等龍蝦的解禁 已經有久了 那為什麼沒有更多 所以他現在是希望呢 下一步就是龍蝦 看到中國大陸對澳 更進一步的開放 然後再到博斯呢 去談礦業方面的合作 對 因為利闊嘛 對 利拓 利拓 對 然後呢 這個裡面因為有中國的投資 是的 因為澳洲也越來越擔心 中國為了要分散風險 就是去風險化 所以中國在非洲也下族的努力 也在幫非洲的一些礦產國家 開始在興建這些鐵路出海口 那如果興建完成了以後 從非洲那邊大量的採購 這些礦產的話 那對於澳洲的需求 就不是絕對必須了 好 對於烏克蘭來講 所以我們剛剛在說 佐倫斯基現在目前看起來 確實不太妙 而且我今天還看到一個訊息 說他們呢 雖然說這個現在都說 越來越多西方國家援助 也認可可以讓他們用 烏克蘭用西方武器 去攻打到俄羅斯的境內了 可是烏克蘭現在就是 煤兵這個問題要解決 然後又更怕逃兵 所以他們現在有什麼軍人警察 要出動軍事警察 對 就是我們的憲兵 就是盯著看你們哪一個敢跑 這就是因為已經煤兵捉襟見肘 可是說到了現在這個普丁啊 我覺得他現在應該是在忙著 準備這個聖彼得堡經濟論壇啦 因為6月5號開始期間要登場 最主要的應該是要大談經貿 但另外一頭 其實在軍事方面 確實也是嚴正以待 因為在剛才我們就說了 現在呢你如果說是真的 因為今天就有最新消息說 已經真的去打到俄羅斯境內了 但只是不知道是哪一國的武器 哪一國的導彈啊 這個消息我覺得還要證實 但是接著我們要看的是俄羅斯的反應 對啊 普丁不是揚言要報復嗎 對 因為俄羅斯的副外長在昨天 還特別提醒北約的國家 說你們要去看看普丁在塔神干 烏茲別克的首都所講的話 也就是說 歐洲你哪一些國家供應武器給烏克蘭 然後同意他去打俄羅斯境內的話 對 那俄國會有動作 那目前我們所定的幾個國家 俄國可能會去攻打 一個是荷蘭 一個是丹麥 一個是比利時 但是我覺得荷蘭的機率是最高的 其次是丹麥 比利時排在最後面 因為比利時說 我也願意給烏克蘭30架 比荷蘭還多 荷蘭只給24架 比利時說我願意給他30架戰機 但是要到2028年 又來了 2028年戰爭還在打嗎 我們也不知道 搞不好今年就打完了也說不定 所以沒有人知道 但這個就是比利時 所以我覺得比利時會排在最後面 那為什麼說荷蘭擺在第一呢 因為本來是荷蘭跟丹麥 那為什麼荷蘭擺在第一 因為荷蘭最符合普丁的條件 國土面積小 人口密集 然後又是主張 你可以無限制的使用我的武器 這就是荷蘭 荷蘭說我會給你24架F16戰機 你只要符合戰爭法 國際法 然後你愛怎麼用就怎麼用 那現在都給了啊 還沒給 那會不會也是騙的 一旦給了以後 烏克蘭如果開始架的 真的去用荷蘭的戰機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是 俄羅斯攻擊荷蘭的時候了 但是搞不好荷蘭也是拖自絕 那就看他們有沒有這個智慧了啦 因為荷蘭現在是右翼政府 右翼政府通常腦袋比較熱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裡面是 考驗的就是這個普丁 到底是訛詐還是真的 所以你剛剛講那個排序 原因在此 是的 荷蘭丹麥比利時 對 因為荷蘭 而且是先丟一枚常規導彈 先丟一枚就好 還是先丟幾枚炸一下荷蘭 然後看看你北約的反應 可能北約就因為這樣 一枚或是幾枚導彈 炸下去以後 北約就突然間分裂了 因為像匈牙利啦 還有就是保加利亞啦 他們說對不起 我們不給你們玩那麼大 所以有些國家可能 就會退出北約 那北約可能就裂結了 所以我們覺得最後看的是 普丁怎麼玩這個 砰 丟幾枚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俊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俊 我才認識了 這個克菲爾異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俊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俊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異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夠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黑鍵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